雪崩快速袭来 而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只见小伙大吼一声 纵身跳了下去 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幸好上面有厚厚的积雪 这才没有生命危险 可钻入地下龙洞后 这里到处都是冰锥 一不留神 就会穿了糖葫芦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构头保护 而龙洞另一边 还是万丈悬崖 两人用一根绳子连着 掉下去后 绳子拴在了冰柱上 不过麻生质量太差 没过多久 两人就掉了下去 可老胡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大家都没事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拿着火把向前走去 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座高塔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九层妖塔 里面封印着鬼族的秘密 突然教授双膝一软 跪到了地上 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 紧接着点燃灯芯 瞬间升起一道火焰 而且越来越高 直冲天际 随着温度升高 妖塔变成了火红色 老胡和小羊刚走进去 大门就射出一道耀眼白光 缓缓转动 里面蕴藏着未知的能量 下一秒 石头竟然飞了起来 悬浮到空中 妖塔上的外壳开始脱落 露出一个全新的装置 紧接着射出一道光柱 穿过几千米的山峰 把厚厚的云层穿了个洞 随后无数鬼影从塔里飞了出来 并惊望去 地上密密麻麻 站满了蓝色身影 还在快速增加 像一只鬼族大军 看到这一幕 班长直接扑到火焰上 光柱快速收缩 进入妖塔内 大门逆向旋转 慢慢闭合 石头纷纷落了下来 只听班长说 随后火符就追了上来 他们快速向外跑去 班长则留下来殿后 跟火符同归于尽了 剩下的火符就追了出去 而前面就是一道瀑布 老胡想跟火符拼了 可一不小心身上找起了火 小羊大吼一声 把他推下瀑布 幸好下面是一个水潭 突然冒出一头水怪 一口咬住小羊 老胡想去救他 可根本无能为力 随后水怪甩了下尾巴 就消失不见了 这天老胡在看书 突然背上冒出了火焰 不幸运 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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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滑